亚太的中旅酒店在年节的前夕 特别邀请了很多的媒体 举行一年一度的春节饗宴 每年亚太中旅大酒店在年节前夕 都会特别邀请华文媒体招开餐具 来欢度中国农历新年 趁着与媒体同欢的时刻 饭店首长将以及公关 也特别介绍了酒店的近况 我来陪美美 让我们保证所有的亚洲市场 尤其是中国人在中国新年 也都可以做到 我们都很期待 中国新年 我们有各种特别的节奏 和饭食 和祝福 中国新年 我们祝福所有的中国客人 新年在新年 希望他们来到这里 享受西方的节奏 自从美国开放台湾人 入近年签证的措施后 洛杉矶的各家知名酒店旅馆 也开始迎战未来这一波的观光人潮 亚太中旅酒店也不遑多浪 除了拥有大型的高尔夫球场等重要赛事的举办 是酒店的特色外 公关表示未来新的一年 饭店也推出最受欢迎的海鲜美食 来吸引来自中国台湾亚洲的旅客前来度假 我们酒店有两个非常有名的高尔夫球场 在2010年的时候 得到全美国高尔夫球场的冠军 那整个加州里面呢 只有两个球场得到这个荣誉 我们酒店里面除了这个高尔夫球赛之外呢 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服务 那特别为华人所喜爱的这个活动呢 是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线 只有礼拜六晚上有 我们的这个 East Miss West的这个 seafood buffet 那也是非常有名的 饭店公文表示 亚太中旅度假村是一个结合高尔夫球餐饮 住宿以及休闲SPA的全方位度假村 并且获得由洛杉矶读者评鉴 2012年度最佳的宴会场所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